隐谋父少李宗瑞遭控迷奸掏拍34名女子案曾闹得满城风雨 前段时间终于尘埃落定 遭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制性交等罪起诉求刑共266.5年 但检方指控性侵部分 台北地院不是判无罪就是改于趁机性交对论出 河边求刑近22年4个月 如此判决遭到多数被害女子不服 一名被害人得知判决结果后 曾透过律师指出判太轻了 律师表示被害人心情沮丧 认为李宗瑞应该判重一点 证明被害人请他收到判决书后 立即请求检察官提起上诉 据了解目前已知至少8人要求上诉的政叹 台北地检署表示 因为上诉理由更多 无法赶在法定10天上诉期会诊完成 才会在上诉机满日先声音上诉 理由互比 据了解主要上诉理由包括 量刑过清及法院认定事实有误 台北地检署当初认定遭李宗为 性侵女子高达30人 且其中6人传交下药门间 12人被强制性交 利用12人解罪遭趁机性交 共求刑266.5年 而法院认定被害人仅9人 且将弥坚强制性交部分 变更法条 该依罪则较轻的趁机性交罪入主 一位最低 掌路里面报道